創意比才竟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涨停板 而且是不是一开始 说不定先来恭喜一下大家好不好 恭喜各位今天长龙涨停板 恭喜各位今天育民涨停板 那么大家手上都是长龙育民 所以今天都很开心 对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盘中以前 谁知道长龙育民会涨上来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节目 做到这么荒唐 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 因为长龙育民它不是电子股 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去讲这个 但是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那么昨天甚至在之前 有很多只要涨停板上来就说 这个股票非常好的节目 这谁不会讲 还有人说所有的股票都会大涨 我跟你讲一件事 如果有人告诉你 所有的股票都会大涨 你不用参加 自己买 懂我意思了没有 那么昨天应该最明显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可能是买光通讯 什么华星光 我说实话一点 我不知道它今天会跌停 所以我简单讲我开刀的不是这支股票 然后上全也突然跌停板 3163的波罗威 老实说我做多了几次 但是至少昨天我都不买 今天的开高之后立刻走低 等一下我们来看了 那为什么光通讯今天会大跌 注意哦 我今天的节目可能你会说 老师人家别人都在讲涨停好好听 那你的节目呢 我的节目其实是这里面最大的重点 反正你没有光通讯 等一下你要不要听 不听就你自己看着办 不要说我到时没有提醒你 还有呢各位注意一下 这第几次失望 从微影开法说会 从辉达开法说会 从宏基卖股票 到今天告诉你0050要纳入成分股 请问一下你第几次失望了 我再问大家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好了 每个人要讲新股票谁不会啊 你今天要我讲阳明长龙万海 反正节目就这么演下去 那叫演戏好吗 节目要这样演下去 没有人有问题嘛 但是问题来了 其实我很清楚 每一个只要喊多的老师 95%以上 3231的伪创根本没卖 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 免得各位去讲 321的伪创根本没卖 没有没有 没有伪创的也有技嘉 没有技嘉的也有广达 没有广达的也有华硕 没有华硕的也有这个光宝 这些根本没卖 甚至无党都有的人都还有啊 我为什么这么讲 答案很简单嘛 各位去想想看啊 在这个所谓7月31号的当下 有哪一个老师敢跟你讲伪创卖掉的 不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伪创 就几乎没有人要看你的节目 也几乎收不到半个会员 这就跟去年334块钱的时候 阳明长龙万海冲到最高点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买不可啊 买了之后呢 你怎么不能人家参加说 你自己昨天含伪创200块 我今天给你参加了 你就说叫我停损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在那边等嘛 不然就加码嘛 不然就抢反弹嘛 抢反弹一失败就继续套嘛 这就是现状啊 我现在很直接跟各位讲 每一个很多老师 绝对伪创到现在还有啦 没有伪创也有别的啦 同不同意 95%以上 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老师 你先问他一下 那么AI五虎现在跌了三成多了 你还有没有 还有的话代表说 套三成他看不懂啊 没关系我等一下慢慢说给你听 如果你喜欢你就听 不喜欢 那我觉得我这个讲的是 很重要的资讯 特别是今天的光通讯 各位注意 绝对没有第二个节目 会跟你讲这一段的内容 各位注意一下 来4979的华星光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它会跌停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 这地方根本不能买 而且呢 刚才我的传真稿呢 来在这里各位看到没有 来 7月31号的时候我点名了两档股票 因为华星光震动太快了 所以我不敢动它 我真的看得懂 7月31号 各位看到没有 周五的华星光 我这个不是第一天放 我放了不晓得恩天了 因为我在讲伪创的时候 这三个字就会露出来 那么出关没事 7月31号出关没事就是陷阱 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我本来就知道 我等一下慢慢说给你听 因为它上游的公司早就出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每天要华星光 华星光很好 我知道说后面的还有很多人 各位注意 来看一下吧 华星光上游公司叫什么名字 加Murve 这是美国最大的光通讯公司 也是华星光的大客户 华星光之所以会涨上去的就是在8月29号的时候 就是因为Murve 涨上来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也在买华星光 如果你连这个也不知道你在买上全 你在买这个什么Polo Way的话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 你老师就是每天涨你满锥嘛 我用看都知道答案了嘛 请问一下Murve 这几天有大涨吗 他这个缺口到现在还没补回来 现在投资朋友他一根长黑棒给你灌下来 这是华星光当时跌停的原因 所以华星光就跟你讲说 他的业绩没有很好了 所以我也跌停板给你看了 经过了一个月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华星光上游这个Murve 他的业绩有转好吗 没有啊 这个缺口还在啊 那请问他要创新高吗 当然他拉拉拉拉拉 这个地方动不了 就直接一秒放下去 他告诉你说法术会不如预期 法术会可以预期 法术会不如预期是说 你应该知道他的业绩本来就没那么好 偏偏各位加油添醋啊 有谁会去加油添醋 我觉得你的老师可能要再厉害一点 我真的必须要讲 有的时候讲良心话的时候你要听啊 各位啊 那么华星光跌这么多了 从这个所谓的214块钱跌到快 145块钱啊 这个股票我不敢动他 因为他上下震荡太大了 三不两天就是被限制交易 所以呢他又回到前面的这根长黑棒 回到MARBETER前面长黑棒的附近的时候 当然是接下来你不卖的话 那你还去买那就是大麻烦了 那谁去把他捅上去了 我就直接告诉各位一件事 你各位来看一下吧 来这边写一个叫法人啊 还有一档股票 你自己看有个法人 你看营运动能向上明明就跌了 各位看到了8月15号了 营运动能向上而且一路要往上推啊 还跟你讲他EPS多少 EPS多少 所以呢各位看到没有 明明就已经在这边套牢的法人 结果呢 想办法把他往上推 到了这个地方他已经摊平了 一秒钟给你说再见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直接告诉你一件事啊 人家挖坑给你跳啊 人家挖陷阱给你跳啊 我说这个行情 你不要说他多头 我说可怕就在这里 人家挖个陷阱给你跳 你不但看不懂 你不但不晓得要跳开来 你还尽力地往里头跳 你还尽全力往里头去跳 昨天跟你讲什么CPU 又怕卖不掉再加上个CPU这个题材 我就常常讲一件事 这个我要跟你解释很难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说CPU有多好 我就问你一件事啊 CPU是不是来自于3583星云的这个 Cowars Cowars我看搞不好你也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他是从这边过来的 那Cowars都还没有好的话 CPU怎么会好 你自己看得办 光通讯 我就这么形容 你最好 当然了 如果说他可能还 如果这个法人还没卖完的话 他礼拜一收听会拉一下下去 如果已经卖完了 如果他这次真的是卖完了 那如果像当年的同志一样卖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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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告诉你 那还就真的是 你看他每次都是跳空跌停跳空跌停 跳空跌停补上去 那我刚刚不是给你暗示了 我说答案很清楚嘛 这个法人他拉了哪两支股票 所以你们老师还真的是 跑去哪里 这张是不是 在这里 这个法人拉了两支股票 你不觉得一模一样吗 难怪今天会跌 那今天不好意思 开盘空他就收到最低点去 你看到没有 他还很赶 他除了跟你讲以外 他还跟你讲说你看 这个目标价435 哪有啊 看都看不到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看一下好吗 将来我来开课 不然的话 为什么去年万海我知道要走 为什么去年688块钱的海基列我知道不能买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指数现在可能不是重点 我必须要这么说 如果说今天要拉2603来顶指数的话 那当然有可能指数高一点 但是目前来讲我认为机会还是很小 各位来看一下 基本上进现象下 老师说反弹两天没错了 看到没有应该没错了吧 那前两天是不是大家都在讲汽车概念股很好 你自己看一下这是什么 我今天讲都很简单 都很简单跟各位讲 来 再回到这个地方 七月份跟你讲一定会创新高 不然收不到会员 后来说违影法说会没问题 隔天很多人是停损之后 跳空涨停满又买进去 买进去之后可以说放心 宏基卖股票没问题 宏基卖股票没问题 那宏基买股票有没有问题 然后回答报告一定会好 那请问一下现在昨天又告诉你说 0050纳入成分股没有问题 我问你一件事就是谁对了就好了 伪创我不是没有做多 我现在讲的无聊到 我根本不要说好了 我现在最想要休假三个月 各位知道吗 我曾经有一档股票 那个多的时候我喊上去 到了高空的时候 我说要卖出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公司好多人都叫我不要 不能这样讲 那我只好去结婚 我知道去结婚 我知道去结婚 这个时候我只好跑去结婚 你看我儿子今年小学六年级就知道 我完全没有说谎 我说GH200去打到H100跟A100 H100跟A100是谁的算力 好了礼拜一涨停了好不好 礼拜二涨停了好不好 礼拜三也涨停好不好 有没有可能 你有没有想过叠四支停板 你要连涨五天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各位注意一下下 来 今天这一段就最简单了 我用电脑奖 我为什么 我现在都会用电脑奖比较快 免得各位呢 来 我们现在看 这个大盘太棒了 wonderful 好不好 我们kiss它一下好不好 来 各位 是8月24号 这个量能是4446亿 注意哦 那今天涨上来的叫做羊龙产品 别客气我们从这里开始跟各位推啊 那这里涨上来的你觉得很棒啊 指数很好呢 各位看到没有来 请问他还差多少 你为什么要开心啊 昨天有多少次跟你讲 我好开心哦 我happy 我非常开心 结果尾创还差了31块 尾影还差了多少 我爸200多了 你帮我算了 技嘉差多少 广达差多少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看 哎呦 原来广达啊 广达跟华硕啊 是8月27号的时候是高点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往前呢 原来这个时候 所有的 所有的AI都在这个地方是高点 因为他那个时候有五档AI嘛 对不对 看一下 还包含华星光在这个地方也是高点 对吧 嗯 这样讲没错吧 这样能不能听得懂 来注意哦 这个高点的时候有五支AI 这个高点剩下两支AI 这个高点 弹上来的时候一支AI都没有 请问一下AI怎么办 甚至到这个地方你来看一下 其实最早的AI概念股 应该是他吧 所以呢 各位都觉得指数上来欢天喜地 我认为指数上来正在掩饰 某种出货的痕迹 而且一出呢 很狠啊 你听得懂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我知道我这样讲哦 最怕的不是你 是你们老师啊 同不同意啊 因为我讲的是良心货 你们每个人都有AI五虎吧 我刚刚讲那个股票 我也告诉你一件事 几乎每个人都有啊 今天早上应该很多人去追这个啊 这个波罗威啊 今天早上应该有人去追上权 跑不掉啦 我直接告诉你啊 这个应该有人追啦 还有这个4908 刚刚我去 4908盘中的时候还去锁掌停 这个也有人去锁啦 因为听起来CPU多棒啊 你看昨天刷一排整个 整个YouTube全部都是CPU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7月31号的时候 那么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很怀疑啊 7月31号的时候 你去刷那个 刷那个YouTube 全部通通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AI五虎啊 那到昨天晚上去刷YouTube的时候 全部都是什么 细光子CPU概念股啊 哪一个不是华星光上权波罗威的啊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 这边套伪创 这边套什么 来看一次哦 再看一次 这边你是不是买进去就套伪创 这边套谁 这边套广达 那这边呢 嗯 他每一个高点都在让你套啊 你还玩得很开心 还跟他说谢谢 那希望我不要下个月写说 你们都有光通讯五虎 因为现在AI五虎变五猫了 好不讲那么多 愿意认为你的股票有问题的 你的旧的股票都没有人处理的 赶快拨通专线 你不拨通我也没办法 你不想找我你就继续 我这个人做事就是这样 我做事就是照我电视讲的 欢迎各位想办法跟上来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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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对不于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你可以钓鱼轻心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步水利鼠 苦口婆心泥 那么往往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 高点它不会是一点 它是一个形态 甚至指数都还没创新高 有的股票就已经创新高了 你要从这个角度上面去看 所以呢 今天盘中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这里是底部 我们先讲一件事 今天最后一盘的量不能算 因为最后一盘来讲的话 是台湾50补进去的 所以在最后一盘没有进去之前 应该是3000亿左右 不管怎么说 总而言之 它的量能就算是这根冒出来 那上面还是套牢卖牙 不管那么多 那你要先记得这样子 那股票市场里面 真的底部它也不可能是一天 底部往往是台积电先动 而且我说过 做股票 昨天有人给我留言说 主流变了 现在主流变光通讯 我现在不晓得你现在人在哪里 你就喜欢留个盐酸一下这样子 主流不会变 就像台积电是我们全职股第一名 不会变 你看盘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们叫做全职表 你不能看道琼 来摄影师把这个字拉起来一下 来 拉起好了 道琼它是价格 就是说我今天某一档股票 像昨天安谋上市 安谋涨24% 所以它指数看起来很大 费城半导理跟纳斯达克它也是全职的 所谓全职就是说比较大的公司 比较胖的人 他占的公司比较大 他不会说 因为今天华星光涨上来 所以上面变华星光 他不会因为今天伪创涨上来 那么鸿海变伪创 那么第三名联发科 一定是照这个方式 所以今天拉指数 当然势必是用这个 所谓跟三加加起来比 连练大的2603的 唐龙阳明万海 我想这个部分 那大概跟各位解释一下 不懂的去玩YouTube帮我上 上上那个 大部分老师不会教你这个 教你这个他类 他只想收你会费 反正要说会费最简单 就是去年万海最高点用力喊 喊500 今年伪创给你喊200 那个时候喊200 跟说喊160要赶快卖的 你当然是听喊200 你怎么听喊160要赶快卖 还跟你讲 你不敢卖 你不卖我空给你看 这样我会有没有才会听话 真的到最后是这样子 知道吗 至少我们家没有半张伪创 可以吗 没有半张伪创的多单 也没有半张这个AI无虎的多单 来看一下这里 也没有台积电的多单 为什么 从这里先看嘛 各位啊 这个时候指数是到最高点吗 没有 大概是17432 我大概是记得这个数字 不管 是不是台积电已经到了高点了 没错吧 如果那天你不卖台积电的话 那你现在就每天在等反弹 一样的道理嘛 然后到了第二个高点上来的时候 创意也到高点来了 创意的现行是不是我刚刚讲的 下来之后 创意继续看好 他现在不敢讲 他赶快说 没关系 我去把另外一支股票做涨两倍 我问你是创意大还是世新大 我们看着办 然后到了17463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然后换什么 换AI无虎上来了 所以伪创上来的时候 其实台积电已经跌了一块下来了 有没有发现 然后到今天 也许我这么形容 到这个位置 也许说不定就是将来我们回顾起来 原来就是谁 就是华星光 懂不懂我的意思 指数还是一样红的 还是一样很拼 结果呢 因为大家都去买华星光的 那假设我们就讲四档股票就好 你套了台积电 又套了伪创 然后第三个高点 第三个高点忘了说了 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倒过头来讲嘛 这里的时候你又去买广达 套广达 然后今天要套华星光 是不是这样子啊 第一次套台积电 大概台积电比较少 那第二次套什么 伪创 伪影光 那个很厉害 它一个一个轮流 然后接下来换广达换华硕 然后今天换华星光 然后我问你一件事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假设你是这样的操作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伪创有没有办法解套嘛 我当理台积电没有嘛 还是说我们现在去买 华星光最重要 我问你呢 各位来看一下 那个缺口不是只有 那个华星光的公司有耶 各位看一下 这叫甲骨文啊 美国现在最大的麻烦 就是这个缺口 因为大家都把AI讲得非常的好 结果没有想到 去跟AI的 每一个都一个大缺口 这是华星光的 这个是什么 美超围 美超围是谁的 美超围跟谁最相关 跟伪创最相关 对不对 然后这是谁 甲骨文 甲骨文有一个洞这么大 奇怪了 我以前觉得说听回答的都是赚大钱 怎么好像答案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来吧 这时候可能啊有的时候泡沫出现的时候啦 我本来以为说那个会把它捏破 你懂得意思了没有 就像什么 我的个性是这样 假设我 你们应该有经验吧 手上有个笼包很痛啊 如果是我我就拿针 把他刺破 然后把他挤出来 这样就不会痛了 但是有的人是说我慢慢揉慢慢揉让他回去 通常来讲是采取这个模式啊 各位注意啊 下礼拜可能有这个现象喔 我讲什么你自己去想想看就好了 来这叫台湾50 我还是告诉你一件事 看盘一定要知道这个 全值表 那台湾50除袭了 这边当然都填袭啊 所以你听到每一个人都跟你讲说 你看我们那个基金通通都是填袭的 废话你是看这边的全部都填袭 那记录上大概文字叙述 但是你要看图 台湾50到这个地方出现贴袭了嘛 因为就没有填了嘛 然后这个是00878这个地方贴袭嘛 那下礼拜 下礼拜有两三支都要除袭 其实你大概都知道是谁啦 那到底这个会发生什么状况 你自己做决定啊 那我还是这样子跟各位讲 当这个行情真的出现啊 要需要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整理 甚至要比较大幅度拉回的时候 甚至弱势的股票 比强势的股票多的时候啊 反韩第二天英包洋 违影违创法术会南大涨 难道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几个字改过一个字还有日期 我给你1000万 我就赢你们老师这一点 我就不好意思讲 我就赢你们老师这一点 我就赢全台湾头顾老师赢这一点 我就知道什么叫陷阱 信不信有你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好吗 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怎么办 我怎么又套了AI五虎 然后又套了什么 又套了半导体五虎啊 台积电一票我全套了 那个AI伺服器我也一票全套了 然后我们老师昨天叫我买华欣光 今天又太好跌了 你刚好碰到这种情况的 那你可以来找我们 我至少知道说 昨天不应该跟你讲说赶快加码 你看昨天你们去加码伪创 你们去加码伪影 加码伪加的有没有 那今天台湾50没问题 结果呢出门在讲什么 长龙大涨 你昨天如果有买长龙我才跟你 我去参加你会员了啦 看到没有 欢迎各位 股票市场里面什么事情 四个字 凭良心讲 如果你赞成我凭良心讲的 请你打个电话来鼓励我们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我们希望帮助你 登庭电话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黄静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静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资人